警方表示在凌晨1点过后接报 赶到湖边Leslie Street以西的Unwin Avenue上 发现一名大约20岁的女子 头部受重创倒饿血泊之中 她被送院掌救后双重死亡 调查人员已经证实死者的身份 正等待验尸结果查出她的死因 警方同时封锁了现场附近地区 进行调查和取证的工作 事件已经被列为凶杀案处理 成为德伦多市今年以来的第42宗凶杀案 警方同时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